张先生把姿态放得很低 一上场又是先给前妻认了个错 接着就态度诚恳 表情真挚地求复合 可前妻陈女士脸上却是毫无波澜 她坚定地要斩断两人的关系 因为她实在找不出理由 去说服自己再给丈夫一个机会 也不想再回到那段痛苦的过往当中了 于她而言 丈夫的出轨像是久治不遇的顽疾 而这个症状最早出现在五年前 这个15年就是我们一直在两地生活得多 她在一个城市打工 我在一个城市看孩子 到她回来以后 本来一点在嘻嘻笑笑的逛街 在逛街的那个路途中 孩子把那个副驾驶都都摆开以后 孩子发现了 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尴尬了 或者是就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话 是孩子发现了 在那个抽筒里面发现的东西 我和他都看到了 你当下怎么处理 怎么面对 我当下只能说惊到我了 我无法面对呀 逛街就没逛 然后就直接开了一圈 就把那个车开回家了 开回家 他就把我们丢在魔口 他直接走了 他也没回家 也没说什么 没有 然后再就一个月都没回家呀 这个走了 是指就又离开家的走了是吗 对呀 因为他在他上班的那个地方 他就直接上班去 你也没有问他 其实我不问他 我去等他跟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个解释你怎么等到 当时因为我27岁 我不知道我怎么解释 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 也在逃避这个问题 对对 过了一个多月吧 他回来以后 然后面对这个问题 他一分是在找借口 他说是他朋友的 不是他的 我不信任 我们俩打了一架以后 他自己承认他 那会儿回来跟他说 我说 哎呀 我保证我再犯错了 当时的话就说 先把这块过了 先把你的心碗掉下来 没有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看得 对 我没有看到以后的严有多严重 因为我那会儿也前往 你会有这个婚外情的情况出现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俩的感情 有问题呢 还是 我们俩的感情 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他 虽然结婚是几年 但是我从来没有 对他说有二想 就是我 所以你怎么解释 你那一段时间的行为 是怎么了 有时候出门来了 出门出去 有时候别人都又出门了 可是没有任何感情 对别人只是玩 然后他就挽回我 说好话呀 各方面 对着我都过去了 你过去了吗 我表面过去 反正内斜的我过去 他不应该这样对我 我感觉 那表面上过去又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好于面子 因为从我姿势以来 我爸觉得猜忌 家庭不是很好 从小还怕别人笑话 明白 从小就想把日子过得让别人 不笑话自己 或者不让别人在背后说你 否言否语 只是我一直这么想法 当努力地撑住这个完整的家 对 心里别小的 那可就对不起他 那行为上呢 行为上不对 这个我常 停止了吗 幻见识 没有 当丈夫第一次出现情感偏移的时候 陈女士只当是长时间两地分居 酿成的恶果 而这个时候的她 选择稀释宁人 也并不是真的心胸宽广 只不过是现实残酷 但在陈女士的内心 已然无法再像之前那样 对张先生毫无保留了 此后每一次张先生外出归来 手机都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 果不其然 问题又出现了 说实话 之前我挺相信她的 如果你发骚以后 相信也许就会 没有之前那么相信着 然后我就 这她不在的时候 我知道看她的手机 是对她那种不尊重 但是我一看过不起了 事实还是那样 她个边上 发红包也继续发 聊天也继续聊 还是那么热乎朝天的 是过分的那种是吗 对 也因为她们比之前就有关系 16年嘛 因为我们那个城市 就是100多公里的地方 在煤矿上干活的 上去了 别人在微信上跟我聊天了 我也就直接 我们拒绝也就和别人聊了 还是同一个人吗 对 经常聊天了 然后让我老婆发现 聊天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可以发生 我对别人没有感想 只是 乐乐 玩乐 那第二次面对她的态度 有什么不同呢 第二次也是两方面吧 我对她的严重性我知道 但是刚好人家也走了 离开就成事 客观主观都不允许了 是吧 对